嗨大家好我是梅小厨 昨天给三姐弟做了面包 还剩下大半瓶的淡奶油 害怕它坏了 所以今天中午我们做一个奶油虾仁一面吃 首先我们拧掉虾头 把这个虾线给它扯出来 然后这里面的虾味也给它挤掉 因为我们这个虾头等一下有用 最近的虾都比较便宜 今天又买剩30块钱一斤 所以出镜率特别高 不知道以后我们给虾仁开一下背 等一下造型就好看 处理好以后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虾头的话我们要多切洗几遍 下人我们要磨一点海洋黑胡椒粒 然后少许的尿酒 稍微给它腌制去清一下 然后准备小半个洋葱 我们给它切丝 再给它切成丁 尽量就是给它多碎一点 因为我女儿不喜欢吃洋葱 看到洋葱她就要给它挑掉 给它多碎一点 让它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它吃下去 最后再准备几个大蒜 我们给它开碎切磨 我们跟洋葱放一起 锅里开水我们先来煮一面 加油盐食用油 然后先把一面放下去给它煮熟 大概需要10分钟 另外一个锅我们来炒虾 喷入少许油 然后我们先下入虾头给它炒香 今天用铲子给它拍打 这样子味道比较出的来 扁出香味以后 我们把虾头给它捞起来 不要 不要洗锅 接着我们下入虾仁 给它炒至变色 炒至变色以后 我们下入蒜末跟洋葱末 再加入15块左右的黄油 给它炒香 蒜末炒至时间不用太长 不然的话避免发苦 接着我们加过少量清水 再把淡奶油加下去 大概200毫升 这个淡奶油一放下去就好香 我们盖上盖子 然后小火给它煮个三分钟 让它入味 然后这边的一面 我们大概煮了八分钟 先这样用筷子轻松的夹断 就可以了 关火 直接把一面加入奶油虾仁里面 再磨一些海盐黑胡椒粒 然后给它拌拌均匀 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子拌到特别的浓稠 就可以了 直接我们摆盘 然后把虾仁摆在表面 撒上一些甘奶酪粉 跟欧芹碎点缀 奶油虾仁一面 然后刚才的虾没用完的 在白酌的 这是我前两天卤的腱子肉 因为哥哥早上起来有点滴烧 结果就给他请假了 结果现在又好了 虾仁一场 好 现在我就是吃草莓面 好久没吃一面 我一下 好吃 好吃 嗯 我们快要 我们快要做大巴尼 是吧 大巴尼 你刚才呢 你面那么小 这种腱子都捕一下 随便切一点吃 很好啊 适合下面讲 我喜欢吃这种白筋 我这么喜欢那种筋脆的 跟白一样 就是这一碗 脆脆的 对 你今天没有去 弟弟早上好想你 呵呵呵 就舍不得走 你打不打弟弟 嗯 我下去不要打弟弟 嘿嘿嘿 你有打当地吗 什么时候打弟弟的 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 那要变强一下 修计要怎么样 相亲相爱 是吧 上评课的时候 我们今天学习 明天没有太阳 跑过吗 没有 没有跑过 好 测试跳舞 你还没有被烤到我 哦 我指责从书梦玩了一下 爹地几点才回来 爹地要四点多 哇 这么多 嗯 嗯 想他了吗 嗯 嗯 嘿嘿 还要入了吗 要 哥哥再来一块 嗯 嗯 这个有四个玫瑰大开心啊 嗯 嗯 你只是喜欢吃这种部位 嗯 吃脆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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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吗 嗯 姐姐 是 干什么 我 肚子 不 你 啊 C 嗯